大家好 我是Tim哥 很多人都在問我說 5G手機這麼貴 現在買是不是一種浪費 現在買5G手機會不會太早 到底CP值高不高 這些問題超級無敵多的 那我今天想要針對這些問題 我來告訴大家 5G手機怎麼選 如果你覺得我的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5G從去年7月 電信業者正式開台以後 各大的手機品牌 都要推出5G手機 現在市面上支援5G手機 已經超過了50款 所以其實蠻多人都在觀望說 我到底要不要來下手 5G大家都知道怎麼樣 它就是快速 穩定 還有低延遲 那最直接的就是說 你有時候在搭捷運追劇的時候 不用等它那邊一直轉圈圈 或者第二個情境就是 你在郊區開車的時候 也不用擔心導航不准 5G用戶 我先給大家一個數字 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正式超過百萬 電信業者的基地台 一直在持續部件中 Apple的iPhone12全系列手機 也支援5G 代表什麼 5G已經是一個趨勢 不是口號 所以現在大家可以幹嘛 上車了啦 那針對大家對於5G手機的問題 其實真相就只有一個 就是現在5G手機太貴了 你說是不是導演 你說是不是 對 太貴了 所以手機什麼的都不是問題 問題是 所以我就是沒錢 對 我沒錢 所以老闆你要當散財通知 我們今天這支影片就直接抽現金 沒有沒有 沒有這回事 我跟大家一樣 都沒錢 所以我幫大家找到替代方案 就是找CP值最高 好入手的小米的5G手機 你看我真的是花時間去找 沒有考量到我的粉絲 有一些可能是千萬付工等級的 所以特別幫他找到了旗艦的5G手機 那今天低中高不同價位一次 全部都介紹給大家來做參考 先來開箱小米剛剛開賣的 熱騰騰的就在我手上 來 自帶開箱 就在這裡 就是他 如果說萬元以內最佳的5G手機選擇 小米10T Lite 應該沒有人可以比 我先直接講 他的售價9999 不到萬元 你如果是社會的新鮮人 很適合 而且你可以看到 第一個 他的這個整個顏色 你有沒有看到 非常的有年輕感 不是太跳的顏色 又帶有一些變化 有種剛剛進公司 又要熟悉這個社會化 然後又不會失去自我的感覺 再來就是說 小米10T Lite 採用高通的750G的處理器 支援5G上網 螢幕大小 6.67吋 120HZ的螢幕更新率 另外 他的螢幕很有意思 支援變動的螢幕更新率 也就是說螢幕自動會幹嘛 調整畫面的速度 從30Hz到120Hz 他會去做一個顯示 他的鏡頭 卻是萬元以內的5G手機 少出現的四鏡頭 分別是6400萬畫素的廣角鏡頭 跟800萬畫素的超廣角鏡頭 還有200萬畫素的微距鏡 跟200萬畫素的景深鏡頭 更高的畫素拍起來效果 直接反映在照片上 尤其他多了這個超廣角鏡頭 你可以看到 他整個拍到起來就差很多 而且小米10T Lite 他還支援同系列高規機的小米10T 跟小米10T Pro 才有的六種長曝光的功能 是不是有點賺到了那種感覺 拍影片 有影片的防手震 定時的連拍 然後前後雙頸 這些功能 他都有 甚至於你在錄影的時候 還有影片Pro的模式 以中階機這種價位 說真的 我跟大家講 蠻出乎意料的 不管是拍照 或者是錄影 我介紹這麼多 我們先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款萬元有找的手機 有實拍的感覺 各位 我們來總結一下 剛剛照片 你有沒有覺得 小米10T Lite 另外就是萬元內 又符合所有的基本需求 高通晶片性能又好 對不對 相機也支援 你們想要拍的一些基礎的 基本的拍攝的5G手機 還有什麼 錄影也OK 好 那如果你想要有更好的選擇 那當然要選擇頂級規格 可以考慮一樣 小米的同系列 小米10T跟10T Pro 我之前在小米的10T Pro 我有跟阿輝有拍過開箱影片 所以我把影片連結 放在上面 那其實這兩台手機 很多規格是差不多的 那你可以看到 兩個機身都非常有鏡面感 鏡面感 因為機身 他們是玻璃材質的關係 他們都是採用 康寧的第五代的大型型玻璃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效果 那售價 小米10T 8GB RAM 跟128GB儲存空間 他是13999 那小米10T Pro 8GB RAM 加256GB的空間 是15999 那兩支其實都是破萬元的手機 但他們貴 也有貴的價值所在 所以兩支的螢幕 都是6.67吋 144Hz的螢幕更新率 支援自訂螢幕的更新率 例如可以從60Hz到120Hz來做調整 處理器 都是支援高通最頂級的8系列的S865的處理器 電量也都是5000mAh的大電量 都是三鏡頭的設計 那你可能就問我說 靠底那兩支有什麼不一樣對不對 小米10T跟小米10T Pro最大的不同點 在他們的主相機的配置部分 小米10T Pro它搭載了 是1億800萬的畫素的主鏡頭 即1300萬畫素的超廣角 500萬畫素的微距鏡頭 那小米10T則是6400萬畫素的主鏡頭 另外兩顆跟小米10T Pro是一模一樣的 既然小米10T跟小米10T Pro 最大的差異就在主鏡頭的部分 所以大家一定會好奇說 那1億800萬跟6400萬畫素的主鏡頭 那拍起來差異在哪 還是直接來去實拍給大家看 那小米10T跟小米10T Pro 他們在拍照跟錄影上面的功能模式也非常多 魔法分身 人像流色等等 錄影功能都支援到8K錄影 前後雙鏡 VLOG模式 很多模式讓你在拍照的時候 或錄影的時候 可以添加更多的一些樂趣 那看到這裡 如果你還不滿意的話 你想要用最便宜的價格來買到5G手機 來玩玩看 我跟你講 在這 就是它 紅米的Note 9T 來拿出來給大家看 就是它啦 其實之前我已經開箱過了 你可以到我的拍攝的影片連結 去自己點選開箱的相關的評測 那這支手機 其他最大的特點 就是便宜 然後還有雙5G 是以市面上5G手機來說 它是最便宜的 它有兩個版本的售價 一個是4GB的RAM加上64GB的儲存空間 6699元 第一個是4GB的RAM加128G的儲存空間 是7499元 那我自己是覺得 買64GB的空間版本 其實就可以了 因為它有支援 MicroSD卡 最高可以擴充到512G 我跟你講 你就去買一張 MicroSD卡來擴充就好啦 我幫大家算一算 這樣是最划算的 那它的處理器 是聯發科的天玑800U的處理器 支援我剛說的5G加5G的雙卡 螢幕大小是6.53吋的Full HD Plus 然後搭載康寧的第五代的大猩猩的玻璃 螢幕的左上角是打孔的技術前鏡頭 整體你螢幕的屏佔比 其實還是算蠻大的 你來追劇啊 打遊戲還是有爽度 前鏡頭是1300萬畫素 後鏡頭是搭載的三鏡頭 包含了4800萬畫素的主鏡頭 加上200萬畫素的微距鏡 跟200萬畫素的景深鏡 那我覺得 它自己在拍照跟錄影上面 其實都還不錯 尤其是在夜拍上面 我覺得出預料的好 那另外 它有一個很大重點 就是它的大電量 因為它是5000mAh 總結下來 Redmi Note 9T 我覺得是現階段 CP值最高的5G手機 所以我覺得它這隻手機 很適合學生族群 如果你想要嘗鮮嘗試5G的話 這隻就是你的首選 預算多一點的話 就是它了 就是這隻了 這隻就是小米的10T Lite 它的售價是不到萬元 9999元 小資族 剛出社會的新鮮人 甚至於 你要買給什麼爸媽 像這隻的也非常適合 為什麼 因為它是螢幕很大 電量也是大 拍照又好看 那系統穩定 所以給家長的長輩 來體驗它 其實這隻5G手機 老實說 我覺得他們會看到說 漂亮 漂亮 不錯 也可以選擇 最後就是我的這兩隻 頂規的處理器的規格 小米10T跟小米10T Pro 這兩隻不管是軟體或硬體 都是旗艦的等級 甚至於小米10T Pro 還搭載了一億八百萬畫素的主鏡頭 這兩隻手機分別的售價為13999跟15999 所以非常適合什麼上班族商務人士 各個規格又是頂尖 拍照錄影 也完全都沒有問題 甚至你要玩遊戲 其實也OK的 好以上 就是這次 一二三四 四隻的小米的5G手機 如何選擇 還有一個第五隻 我沒有介紹 就是小米11 雖然還沒有在台灣發售 而且蠻多人也開箱了大陸的版本 我自己說真的 也跟阿輝開箱過了 我連結放在上面 你一樣可以上去看 從大陸的發售的那個價格來看 我推算 推算一下 推算一下 小米11在台發售 我覺得它的價格 應該會落在兩萬多 我自己也是超級期待 小米11在台灣正式開賣 有問題的話 下面留言 下次見 掰掰